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星 新次做那么多球形卡的开合视频呢 还是得回顾一下老板行对吧 所以说这一期还是回来做一期关于球鞋的 这一周呢 椰子它会发三双鞋 对差不多 包括一双那个Easy的那个380最新的鞋型 然后Easy三纹的一个绿色的 然后还有一双那个Easy500的那个高棒 所以但是在这么多鞋里面 肯定是那双380最吸引大洋口 因为是之前一直是以350的Version 3出现 但是这次它是把它单独作为一个鞋型来出的 所以说这一期我就来给大家做一下 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双鞋吧 我自己也是之前觉得这双鞋有必要看一下 就满了一盒 然后这是套鞋盒 这双面380 这双9个一般的椰子鞋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距 那就直接拿出这双鞋 这只鞋吧 这双380吧 就是延续了Easy它的统一的鞋型 统一的那种风格 就是头轻脚重 你可以对比一下像它的那个350 对吧都是头轻脚重 然后呢 其他还有什么一样的风格 就是我觉得它都是属于那种 像对于这种初代的鞋 一般都是大家会出刚露面的时候 大家说很丑 然后发售的时候抢成狗 对吧 然后这双鞋我估计也不意外 而且相比于700来说它的价格还相对合理 这边是230美元 不像700 300美元 一下子我觉得Easy700 很卖不出去的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零售价太贵太贵 300美元 而且如果你不是特别好看的话 除了那个原 那个除了它的OG配色 我觉得没有必要我花300块钱 我们再买一双Easy700 那这个呢价格还相对合理 230美元 比350贵10美元 当然最便宜是500 但是我觉得500的话就有点 说实话不是特别好看 对吧 很多人都不是特别喜欢 那个500那个样子 那么就来简单给他看一下这双鞋 首先大家看的就是 这双鞋叫Alien 就是异形 或者叫做外星人 它的造型就十分的古怪 就跟最近出的那个 特斯拉的那个Cybertruck一样 但是我觉得Cybertruck 算了回归这个鞋吧 然后这个鞋的话 就是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这双鞋的样子 就是丑帅丑帅的 其实它看上去有点激 但是它也没有那么丑 对吧 我觉得有很多人上脚看上去 还挺还挺可以的 然后鞋面呢 就是正常的像它的编织 像Easy编织网一样 起码是除出一折 除出一折 然后它的侧面的话 它就会有更多的那种 整拨上去有一点像那个 用了一些塑料的橙色 塑料的材料 然后打了很多的孔 这边打了很多的孔 两边的鞋都打很多的小孔 说明它其实透气性上来说 会更加好一些 当然我觉得这种鞋 跑步鞋吧我觉得 能用EZ双脚打篮球的 可能就那个PJ Tucker 我们的鞋王 那其次呢它的中底 它的鞋底呢 依旧是那种半透明式的 然后里面还是那种发泡的Easy boost 所以说脚感应该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看到有人说 说脚感没有350好 但是我觉得也不会差太多吧 这次呢主要它这儿 穿进去的那部分 用了这种比较像鞋袜的那种设计 可能包裹性会更强一些 相对于之前的350的话 它就没有用这种鞋袜的设计 所以包裹性应该是会相对于更好来说 相对于来说更好 其次我觉得这次的这个配色的话 我是不太喜欢 因为我但是觉得我是觉得灰和白的配色还不错 但是为什么我不喜欢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看上去这个配色觉得很恶心 就像那种蛇皮一样 就感觉心里不大舒服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是大家说这是迷彩 但是我觉得我更想说它是蛇皮 这次的鞋底 会相对以来说比较高一些 大家很明显的看得出 就有高出一截的感觉 所以希望不要崴脚了吧 对吧 但是我觉得因为它比较宽吧 另外崴脚的可能性也不大 这次呢我觉得是 我好这种鞋好像是这周 这周六还是周明天后天发售 所以不太清楚 不太就不太清楚 不过大家我觉得初代的鞋吧 大家肯定还是需要去抢一抢 我觉得现在价格大概股内也 三四千两分千三四千 我觉得我最后发售下来 我觉得稳定个两千多的话 应该也问题不大 这就是我对这双鞋的一个 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让大家看一看 是不是和你是自己觉得喜不喜欢这双鞋 我是觉得还行 就没有就就算我说丑帅 就是没有那么丑 有一些小帅看久了之后 觉得还不错 就是我对他的配色有点太恶心了 我不太喜欢 那么就是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双鞋 希望大家这周的话能抢到这双鞋 然后 可以好好的走过年的时候 可以穿穿这双鞋对吧 那就一起给大家介绍吧 希望大家能够抢到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回来 我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